他在中学时期就被称为数学天才,是建国以来第一个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的中国学生,拥有物理和电子本科双学位,还考取了哈佛商学院的MBA,毕业就成为了华尔街投行界的一线白领。 他是第一个开辟电商市场的人,创办的一虚网在2000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。 29岁的他身价过亿,却为了陪伴妻子,放弃江山和家人周游世界。 他就是义区网创始人邵一波。 本期子牙童区商将锦囊就将带你了解电商之父邵一波的故事。 1973年9月,邵一波出生在上海。 别的孩子还是玩玩具的年纪,邵一波的父亲已经开始对他进行数学思维的训练了。 邵一波的父亲是数学老师,他用52张扑克牌让4岁的邵一波练习加法,日复一日,邵一波对数字越来越敏感,十几秒就能把52张牌加完, 再加上父亲寓教娱乐的教育方式,让邵一波在数学方面能力超群。 11岁时,邵一波第一次参加上海数学比赛,获得第一名。 13岁时,参加第一届华罗更金杯赛,获得金牌。 在读上海重点中学期间,数学颠覆显露无遗。 在同学眼中,他拿奖拿到手软,全国性数学竞赛奖项就拿了十几次,被大家称为神童。 除了数学出众,邵一波其他成绩也很好,总分成绩全是第一名。 这位天才少年,高一的时候就拿到了上海交大的保送名额。 谁知他却放弃保送的机会,想要考取哈佛大学,大家都以为他疯了。 但邵一波不仅拿到了录取通知书,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,第一位拿到哈佛全额奖学金的中国学生。 哈佛是因邵一波的出现,修改了留学政策,向中国学生开放了奖学金名额。 大学期间,邵一波同时进修了电子和物理两个学位,毕业的时候成绩优异,得到了学校最高荣誉奖。 这个奖项必须是全校排名前十的学生才能拿到,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国学生获此殊荣。 毕业典礼上,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和波士顿开始了抢人大战。 波士顿的人力资源总监在邵一波的宿舍楼下蹲守好几天,即使下雨也不离开。 邵一波本来想去麦肯锡,但最后被波士顿的诚意感动,决定接受他们的橄榄枝。 工作两年后,邵一波在无任何商业基础的情况下,以自身的能力获得公司最优秀雇员称号。 之前这个称号都是由美国人获得的,他的年薪也从5万美金提升到了20万美金。 1997年,公司还给邵一波提供了攻读哈佛商学院MBA的机会,希望他能不断学习充实自己。 也就再度研究生期间,邵一波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女人鲍佳心。 1998年,邵一波在哈佛商学院举办的亚洲商业研讨会上遇到了鲍佳心,并产生了好感。 不过,鲍佳心对邵一波的评价并不高,在他看来,这个被大家称赞的神童,有点吵还爱耍酷。 后来,在邵一波的追求下,两人成功走到一起。 毕业后,鲍佳心要回国发展,当时的邵一波在美国的事业蒸蒸日上,但是为了爱情,邵一波毫不犹豫地陪女友一起回国。 邵一波放弃高薪和美国绿卡,打算回上海创业,家人并不支持他的决定。 认为他这样太冒险,放弃那么好的工作太可惜了。 不过,邵一波却很看好中国市场。 早在1996年,他得知张昭阳回国创办艾特,也就是搜狐的前身,那个时候他就想要开创一番事业。 后来他在波士顿一字项目上,了解了美国eBay电商平台的项目,觉得这是一个商机,未来互联网一定是个趋势。 1999年,邵一波在上海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商平台,亿曲网,这也成为了中国第一家电子商务平台。 不过创业初期并不顺利,亿曲刚成立的头一个月,人们对这种网上销售模式还很模糊,只获得了十多个注册用户。 直到三个月后,得到资本的青睐并顺利拿到多笔融资后,亿曲才得以发展。 经过广告营销,加上用户的好评反馈,年底时,亿曲获得了接近十万名注册用户。 到2000年,亿曲网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300万名,在线物品高达5万余件。 亿曲网的各项数据均居于国内电子商务网站之首,邵一波由此成为中国电商之父。 而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,在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了解和尝试做电商。 同年,邵一波和女友爆加薪正式订婚。 此时的邵一波在旁人眼里可以说是事业爱情双丰收,妻子温柔体贴照顾好家庭和老人,让她可以更加专心于事业。 在2002年,邵一波又开创了手机24小时的热线客服,并提供一种新型手机商品交易服务的新模式,在短短几个月内让亿曲网再次爆火。 并在同年和亿被结盟,并迅速发展成国内最大的在线交易社区。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,就在邵一波的人生走向巅峰的时候,意外出现了。 Ebay决定收购义区,邵一波进入了漫长的谈判过程中,并开始陷入了极其严重的焦虑,他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做好义区。 或不担心,2003年,爆加薪的父亲因意外去世,事情来得太突然,爆加薪得了抑郁症,并决定离开上海这个伤心地,前往美国定居。 考虑到妻子的身体,最后邵一波艰难地完成了谈判,义区网以两亿多美元的价格被Ebay收购。 29岁的邵一波保留了他在公司的董事长的职位,这次收购成为当时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并购案,引起广泛关注。 之后的几年,邵一波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家庭之中,陪同妻子一起去了美国生活。 后来他带着家人去了很多地方游玩,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在那里住一段时间,看看异国的风景。 慢慢地妻子的身体状况有了好转,邵一波也开始思考,虽然他的财富足够可以让他退休,享受生活,但对于年纪轻轻的他觉得太过轻松。 而义区网在被Ebay收购之后,由于外籍管理问题,经营不当,也一直在走下坡路。 作为创始人的邵一波心里难免不是滋味,他也想回去重新开始经营义区网,但没想到Ebay却低价又将义区网卖出。 邵一波极其愤怒,但在资本面前,他也没有其他办法。 2006年中,邵一波又同一个朋友Mark Lutty成立了一个生物医药公司,主要的产品是治疗糖尿病、癌症等方面的药品。 同时,邵一波的朋友王淮南提出了建立育儿社区的想法,两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商机,而且很有意义。 于是,在2007年,他们创立了以儿童健康成长为主题的网站,取名宝宝树。 希望让更多的父母学习到实用的母婴知识,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。 通过他们的努力,宝宝树不仅与全球母婴家庭品牌建立了合作,更与阿里巴巴、好未来集团成为了长期合作伙伴。 2017年,邵一波又宣布决定出资1亿美元成立投资基金,转而开始做起公益慈善。 邵一波的商业之路并没有停止。 邵一波的商业之路,一直被很多人唏嘘,有人会感慨如果当时他没有把义曲卖掉,这垫上的江湖,鹿死水手,还不知道呢。 马云也曾在采访中说过,如果义曲网还在,可能就没有他们现在的市场了。 可是,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,这位商业天才的眼光和作为男人的责任感,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 你对此有什么感想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 按照片,发现了一个视频简介。